女人脸上满是雾子 将一款神奇乳霜 涂抹在脸上 竟瞬间嫩到 刚刚剥壳的鸡蛋一样光滑 观众们看得目瞪狗呆 随后 整容失败的男人 也涂上乳霜 鼻子马上堪比无缘组有没有 更觉得是 截至缺失右臂的人 涂完乳霜 光速裂变 长出完整的胳膊 孩子带个金戒指 这款乳霜 对人们来说 太过超前了 有观众对此沉声质疑 博士解释 这是团队花六年时间 研制的最新高科技产物 乳霜会自动检测 最可能出现的问题 修正分子结构来解决问题 就连概念上模糊的丑 也可即时修复 任何形式上的衰老 都能一秒回春 除此以外 鼓着猎伤和去世的人 只要涂抹上这款神奇乳霜 都能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乳霜的强大 不仅仅体现在人身上 任何损坏的东西 都能进行修复 损伤问题 都将成为过去世 为了验证乳霜的真实性 博士将乳霜 灌进去世奶奶的嘴里 先把人复活 继续涂抹 满是褶皱的双手 皮肤即可白皙细嫩起来 光涂涂的手上 还多了很多 价值不菲的精英手势 老人脸上 洋溢着幸福的微笑 这还没结束 浓密的红发得换回来 最最重要的脸 涂完光速回春 一旁的孙子 从他睿智的眼神中 我们也可以感受到 这孩子从回过人 博士将乳霜 打在他的大脑里 两个眼睛 终于回到了 他该在的位置 化身科学家 给大家讲解 乳霜背后形成的原理 虽然听不懂 但必须给掌声 乳霜进入生活 不管你是抑郁症 还是精神疾病 都可以治愈 每个人都是下一个爱因斯坦 交通可以在天上飞 编一句日更十万字 压根不在华下 就连狗都可以做数学老师 人工智能被开发 成了家庭标配 乳霜彻底解决了 人类的各种问题 不过这样一来 是不是觉得 生活太过简单无聊 非常空虚呢 不用担心 再抹一遍 你的热情又可以回来了 很快医院关门大截 所有病患抹完乳霜 轻松出门 穿金带银 成了出门标配 谁自行车蓝脸 还没一堆金币啊 黄金和纸币 成了最不值钱的东西 爱车人士拥有豪车 不再是梦 你可以选择购买 也可以手动刷上乳霜 改装豪车 草坪上光秃秃 倒上乳液 不仅还你一片 绿油油的草地 还能长出登天的长塘 比神奇豆子还剩减 乳霜的神奇之处在于 它会无限的修复 和自我改正 所以沉浸其中时 将会全方面不断提高自己 这个男人跳进乳霜中 全身巨变 逐渐消失 有人以为他死了 但博士说他达到了 完美的巅峰 进化成纯光能生物 正在宇宙中探索遨游 经过一段时间使用后 人们纷纷担心 乳霜的原材料 会不会有用完的这一天 他表示再有六个月 就将消耗完 但乳霜也是与时俱进的 新版已经具有 自我复制功能了 想要多少就有多少 于是人们放开使用 在沙漠中种出了绿洲 让经历战乱的人们 死而复生 成倍复制食物 非洲的饥饿儿童 也终于吃上了美味的汉堡 被沸水污染的河流 顷刻化作清泉 在大家的不懈奴力下 面霜结束了一切战争 饥荒和苦难 货币已然成为历史 人类将全面进入乌托邦时代 然而这时 一些不和谐的声音 开始冒出来 资本家们发现在报纸刊登 面霜会造成各种疾病 宣扬恐怖主义 而且发明家博士 还是个强奸犯 揭秘面霜的原材料 是死鹰 使用它将会让你患上三种S病 这造成了巨大的恐慌和死亡 各大媒体正向报道 事态进一步升级 某处发生暴乱 斗争非常散烈 记者说 这场人员死亡 都是乳霜引起的 提议人们立即扔掉所有产品 接着有人表示 复制食物 就像恐怖分子在作乱 因为这会复制出各种疾病 所以复制保护动物 复制食物 就是对自己生命不负责任 这是不道德的行为 媒体采访公众 大家都很愤怒 有人说不想得病 有人说邻居变成光能生物后 偷看自己洗澡 在种种舆论的抗议下 面霜彻底被法律禁止 陈笔一律召毁 并下令强制销毁 警察们到处抄家抄电 逮捕偷偷使用的群众 不听从的人全部抓进监狱 随后沙漠的绿洲被砍伐 非洲儿童的食物被没收 一切又回到了从前 事件平息后 又一款新型乳霜和供出事 不过商家特意强调 这款只能修复面部斑点瑕疵 只是用于皮肤不可覆斥 而面霜发明者博士 被判终身监禁 罪名包括强奸 拒捕 篡改科学 祸乱 恐吓公众 以及浪费他人时间 明明东西还在使用者 却被资本家削减功效 以好几倍的价格 卖给群众 巨头资本家们 依旧掌握着世界99%的财富 他们压根不需要乌托邦的视线 他们只要独一无二的财富地位